现在很多声音都希望说市长你仍然来接党主席 你自己有这个意义的意义 我一再强调的时候我不会逃避我的责任 参选党主席朱立伦说不会逃避责任 九合一选取国民党惨败 外传马英九将于周三辞去党主席 六度中唯一胜选的朱立伦成为接班热门人选 其实所有的民众对国民党真的是非常的失望 所以你觉得马主席应该辞吗 其实辞职只是一个动作 最重要的一件事毕竟马主席 到2016年 台湾还是要面对整个所有的问题 这个党主席还要像过去一样的角色的党主席 现在是21世纪 新世代觉得一个政党应该是这么做 这都会选取 我们要策略改变 东新闻台北报导